大家好,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扫一扫二维码 用二维码付钱,用二维码加好友 用二维码传递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由一个一个小方块组成的二维码到底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能隐藏这么多的信息在这些小方块里面呢 像上面这两个二维码应该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二维码 但实际上除了上面这两种我们的二维码也是有不同的版本的 从最小的21乘21的到最大的177乘177的 一共有40个版本 这40个版本二维码除了体积不一样之外 它们区别在于版本越高 二维码承载的或者说储存的信息也就越多 那这些黑白相机的小方块又是怎么存储信息的呢 二维码的原理和我们上上期视频介绍的 计算机是怎么识别零和一的是一个道理 通过二进制 比如说一个黑色的小方块代表数字一 一个白色的小方块代表数字零 然后我们就搞一个表出来 比如01000001代表字母A 所以用二维码来表示的话 自然就是白方块黑方块 五个白方块和一个黑方块 然后我们的手机一扫描 把这些色块转化成零和一 再一查编码表就知道二维码的信息了 这里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二维码存储信息的原理 但实际过程中我们扫二维码 首先是定位 像三个点的大方块就用来定位的 然后这种小一点也是用来定位的 但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两条黑白相间的线也是用来定位的 我们的手机定完位之后就要先了解这个二维码的大概情况 所以在大方块的周围 这些红色的区域就包含了二维码的版本信息 数据编码这类的信息 然后剩下的就是存储数据的区域 而我们在识别二维码数据区域的时候 是从右下角开始就要上面这样去识别了 但我们在扫码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二维码其实被遮挡 或者缺存了一部分也不影响我们扫码 这个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存储数据的这个区域 它是分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我们二维码要存储的数据 一部分是用来纠错的 这个纠错的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备份的区域 所以我们二维码即使被遮挡了一部分 也不影响识别 但我们可能都试过 拿两个不同的二维码 其中一个遮了一点就扫描不出来了 而另外一个二维码遮挡的部分稍微大一点 依旧可以扫描出来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二维码是有一个容错等级的 一共四个等级 最高级别的容错率可以达到30% 所以如果二维码的容错等级越高 即使二维码被遮挡的部分大一点 依旧不会影响扫描 但是呢 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如果提高容错率 二维码可以存储的数据自然就变小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已经见了无数的二维码 为什么这些二维码小房块的分布 好像都比较均匀 没见过某一块是全黑或者全白的 这个是因为在生成二维码的过程中 为了避免二维码出现大面积的黑块或者白块 导致三维码识别困难 所以要进行严码的操作 二维码经过计算后 就会在商业八个款式里面 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 二维码小房块的分布就会变得均匀了 视频的最后 也欢迎大家访问我的网站 或者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 然后回复字母QR 还可以看到关于二维码的扩展内容